四日一早,瑜伽郊区的别院内,于明远等一家人正坐在餐桌上吃着早餐。 远哥哥,我们下周末约好了一块去炸湖水窟露营,你快去步。 安琪琪小嘴酷甜地问了一句,我最近事情比较多,就不去了,你们去吧。 于明远笑着回道,玩得开心哈。 安琪琪古灵精怪地打量着于明远哥,你最近是不是心情不太好啊,公司遇到什么事了? 没什么事,就是比较忙。 于明远没有多说,众人见大哥心情似乎不太好,也就没有再多说什么,吃过了早餐,就各忙各地去了。 于明远吃好了之后,归整地放下碗筷,就准备出门上班。 踏踏,脚步声泛起,父亲于锦荣从楼上走了下来,扫了一眼儿子后问道,去上班啊。 于明远见父亲下来,立即转身走到楼梯口,双眼看着对方回道,我刚准备去公司,爸。 于锦荣下楼,脉步走向餐厅公司出问题了。 于明远正了一下,立即站在左侧跟了过去,对,货被截了,还有几个干活的工人也被扣了。 码头的是有点复杂,你能处理好吗? 于锦荣问,没问题,爸,我能办好。 于明远对父亲很是尊重,但回话时还是蛮自信的。 于锦荣听到这个回答,也没有再多问,别太累了,事情不是一天干起来的,适当休息。 哎,于明远点头,那我上班去了,爸。 去吧。 于锦荣弯腰坐在了餐桌旁,但笑着回道。 于明远跟父亲聊了两句,见他开始动快吃饭后,这才转身离去。 公司遇到的这个困境,其实是蛮危险的,一个处理不好,可能既笼络不住脏帮的三家公司,也可能得罪海面关系,导致心生意崩盘。 但即使这样,于明远似乎也不准备向父亲求助。 离开家后,于明远坐在汽车上拨打了唐柏青的电话,昨晚我想了一下,还是跟马帮的人聊聊吧。 哎,你终于开窍了。 唐柏青立即回道,行,我约徐虎,晚上咱俩先见面,然后再跟他们谈。 好,就这样。 于明远挂断了手机,面无表情地开车赶往公司。 渣男区,天洪民港,龙桥进出口贸易公司内,魏向左坐在一把木制椅子上,正一边吸着烟,一边与渣男马帮的帮带徐虎,以及他的弟弟徐二谈话。 其实,类似于马帮这样的组织,自古至今都有,唯一的区别就是时代不同,生存方式也不同。 天下太平时,他们多以工会、贸易公司、集团、民间团体组织为主,较为低调地赚钱和生存,而到了动荡年代,这类组织就会显得更为活跃一些,影响力也比较大。 打个比方,纪元年前国内外很多进出口贸易港,都存在大量倒灯私车,平行进口车,甚至是走私为禁品的公司。 这些公司和集团的构下不明,渠道诡异,销售方式也很含糊,水深狠,并且不出事则疑,一出事都是涉案金额数亿,数十亿的大集团,但平时却低调得很。 等到了动荡年代,这样的组织会变得更为活跃和上线。 一来是为了抱团挣钱,保证自身利益不受侵害,二来是形成团体和绝对的影响力,从而形成某种行业的垄断。 这个时期,这个团体的公司性、集团性、正规性会降低一些,江湖气会更重,因为规则混乱,所以还是要以人为本。 隆城的马帮就是后者,由于这里的基建水平还没有达到完全现代化,很多工种和行业还是要靠人力来维持运转,工人多了,各种团体就有了,组织结构也就有了。 隆城是临港城市,马帮工人的数目非常庞大,远非环卫圈的组织可比,但其内部结构也较为松散,江湖气也更重。 隆城的马帮有一个马工总协会,定性是民间团体。 说白了,职责就是跟正F打交道的,各区的马帮工人都是总协会的会员。 明面上,马工总协会合理合法,算是官方认可的民间团体,但桌下面的地盘分配却更为赤果和江湖了。 比如,渣南区的马帮就经常和龙口区、新街区的马帮暗斗互咬,因为他们离得近,所以要争私货渠道,争市场。 之前苏天北说魏向左消失了好几年,据说好像就是跟龙口区的人闹出了人命,所以才跑路。 各区马帮的带头之人都有很江湖的绰号,比如坐堂、帮带之类的。 并且,这些人在马帮都有辈分,是真的向上拜过门子,认了师父和大哥的。 比如魏向左和徐虎,就拜的是总协会那边的师父,所以他俩都算是想自辈的。 只不过,徐虎在干这行之前,名字已经被人叫熟了,所以外人称呼他时,很少有叫徐向虎的。 龙桥进出口贸易公司的大厅中央,摆放着一座两米高的官二爷像,面前还有香炉,总之看着非常社会。 徐虎是帮带,通俗点讲就是渣男驱马帮的一把手,大拿,而魏向左是座堂,主要负责桌下的各类具体业务。 魏哥,晚上约了于明远,你快去播。 徐虎邀请了一句,你谈的事儿,你去吧,我就不掺和了。 魏向左吸着烟回道,我就搞现有的就行。 徐虎一笑,好勒,那晚上我和他盘盘道。 嗯,他要愿意交份,你就帮他把人要出来吧。 魏向左提出了建议,按规矩走,就行。 行。 徐虎应了一声,好,我先走了。 魏向左谈完,起身离去。 中午,海烟坑附近,孔正辉和苏天玉坐在车里,等了大概二十多分钟后,才有一辆三蹦子开过来。 汽车之人正是孔正辉昨天晚上见的贼妹鼠眼男子。 这人停下三蹦子,拽门上了孔正辉的汽车,打听了,但没打听到有七艘快艇的信。 孔正辉一听这话不乐意了,六千块钱,你就给我搞出这么个消息啊。 我能问的都问了,但没人听说那七艘快艇的事。 我还问了区外的朋友,他们说也没有雷字下水采货。 贼妹鼠眼的男子轻声说道,我就能说这么多了。 孔正辉眨了眨眼睛,能不能再深入了解一下,比如马帮上层的消息。 得加钱。 对方想了一下回,去去去去,赶紧滚蛋。 孔正辉直接摆手。 贼妹鼠眼的男子也生气,推开车门回道,我这人最讲究了,你给我六千块钱,我告诉你没消息,你赚了。 说完,男子关门离去。 马德,有点怪啊。 孔正辉看着苏天玉说了一句,这小子在码头混了很长时间了,他都打听不到消息。 这,没消息,反而就是最大的消息了。 苏天玉打断着回道,既然打听不到,不如干脆直接点。 怎么直接? 苏天玉斟酌半赏,直接掏出电话,拨了一个号码。